詞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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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題外話不過我們來看看說第四年中 看我們剛剛收過了幾天的全工理說 收過全工理其實相當重要 所以各位也不要小看說 我們在這邊學的玉琳的技術啊 將來真的是 也有一天他會反過來跟各位講 其實好像學玉琳的時候 當然玉琳有一種想法 就是認為說人定勝天啊 我們可以改變森林的這種狀況 條件 我們讓我們的森林長得更好 那他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的確在某些狀況下 的確是可以實施的 你可以去 我算是辦過那個澳洲的影片給各位看 那一萬無機做飛機節目都是人工理 重來好整齊啊對不對 可是他每年可以生產多少木材出來 你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有這樣的生產力 這些樹樹還有焊樹 的造林真的是還蠻可觀的 那大陸現在也在推行造林 是都蠻大面積的 所以從人工林其實是 也真的是應該好好去經營的部分 可是台灣的人工林 我剛剛說到了法規的線索 現在其實也很多都沒有辦法去經營它 那第六個按照經營的情況 分為所謂的失業林跟微失業林 然後就是一個是有經營的一個是沒有經營的 從這個螢幕裡面你可以看到 那按照鈴鈴來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分為這個同螢鈴 Even Age 就是這個年紀不會差太多了 大概大家都同一個時間種了 才會有很多 當然這個大家種出來的話 他們長的大概都一樣 然後當然競爭比較大 那你們應該在原理學都講過了 那第二個就是100 那100當然就是說 建造的時間不同 所以可能就是 它會有不同靈接 有大的和小 第三個成熟林 這個就比較不清楚去瞭解 什麼叫成熟林 好 那我們問各位已經成熟了沒有 那你想一想 對我成熟 成熟在我們人的定義其實是 比較不容易去定義 可是在數的定義 可能是比較簡單 它會用它的這個生長 來定義它是不是成熟 好 那我們以前都有一個圖 我還記得嗎 在經濟學也看過 在經營學應該也只能看過 就是這個呢 是它數目的生長 剛開始不快嘛 後來就越長越快越快 剛開始都是快的 哦 越衝越快 這段期間呢 你看都是往上 經過了有一個點 這個在數學上 成為反取點裡頭 它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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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下來了 有沒有 就像各位在生長的時候 小朋友的樹 不是很快 然後到這裡 慢下來了 到這裡的時候 打到最高 後來呢 它會可能往下 然後夠低吧 是不是 很有可能 所以這個 一般的生物大概生長 就是這樣樹木的生長 的土地外 它可能不是都有牛 就是樹 可能就是因為腐朽 那採積變少 所以這條線你可以當中 是採積 它的採積 它採積慢慢慢慢增加 會減少 那我們的經濟學說過 如果它的年年生長 跟它的斜率呢 就一次微分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它的這個 到這裡是最高 然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是什麼 它會的距離 這個就是CAI 就是年年生長 每年的生長 我們可以求的另外一個素質呢 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平均生長 平均生長也是 剛開始 然後到了一定的程度 以後呢 可能就會到這個以後 它就慢下來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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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不會等於 就一直變小 平均生長 就慢慢 這個就是課本裡面的 這個 它寫的是什麼 是這個MAI 那我們成不成熟 是按照這個來決定 就是用這個決定 就是 這個是用它的那個 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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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均生長量 是你今年多少 多大 然後處於它幾年 所以是一年大概平均的話 是生長多少 那它會穿過它的最高點 這個最高點 這個最高點 一下它就往下 那這一點呢 就是所謂的成熟期 一般燈 它這個就是所謂的成熟 成熟臉 這兩個 就是你這個以後 就算是成熟了 成熟了 可能到達最大的部分 可能是我們覺得 是最好的時候 這剛剛已經成熟了 可是到達這裡還在期間嘛 我們到達 採積最大的時候 它就可以砍了 後來好像 再過大的時候 它就慢慢的就變少了 所以那段期間 其實都是可能的 輪法的時間 我們的樹長剛剛長到 還不錯 然後接下來更高就往下 對不對 所以這段期間 其實就是這樣成熟 這段期間 那可能過熟的話 就已經是往這邊走了 那這邊以前的是什麼 衛熟 就是說它還在長嘛 它還說 哇 沒點 還在長這麼大 那可能你給它砍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跑不來 所以這個所謂的衛熟 可是 這個就是說 變成是一個經驗 你在現場調查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說 這個人就是之前 你對這個樹長 有點了解 比如說 這個大概有山 或是山木 它大概幾年生 大概一大大成熟 那大概這個一下的話 就是還會成熟 所以這個是 餵熟 成熟跟過熟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過熟 因為 總是有一個最好吃的時候 像香蕉 香蕉 餵熟好不好吃 很澀 吃下去 不舒服 那 過熟的話 吃起來有點爛爛 對不對 可是最實際 它上面很多斑點 那時候聽說是最好吃的時候 對不對 那就不要超過這個 不要超過這個 那 我上次去小油球 那 有一個人就說 它可以吃不熟的香蕉 因為他說 在小油球以前沒有什麼東西 有時候台灣有一些漂流木 那個 台風 然後就飄過來 對不對 很多都是沒有成熟的那種香蕉 那小時候就把它拆起來 沒有成的香蕉怎麼吃 那去煮一煮就很好吃 好 就是把它煮 我現在是各位做試驗看看 把那個沒有什麼香蕉 下水去煮一煮 欸 就不會剩 就好吃了 所以其實有一些用途 所以 其實這個是看我們的用途 這只是說 如果生理上是這麼分 那你說不成熟呢 那就不可以賣嗎 也是可以啊 因為 有時候你就是小進入 你的那個用途 比如說 在外國他們有那個 叫做聖誕樹的那樣的一種方式 他們說聖誕樹那種材 他就把它剪成像聖誕樹 修整像聖誕樹那樣 很小他就可以賣了 他就看幾顆出來 市場上面聖誕節快到了 大家就會去買那個來當 所謂的這個 來佈置一下聖誕樹 漂亮的東西 所以他不是小就沒有用了 可是從他的生長 財機來看 日中財機來看 大概是這樣看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森林資源調查 一定要有一個規劃 好 那這個規劃的話 就是 像說 我們有很多種 我們有很多種 生靈資源調查 包括我剛剛講的 全過性的生靈資源調查 也有所謂的 連續樣性的調查 也有所謂的 生靈的這個檢定的調查 那這些都屬於 生靈資源調查的這個範圍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 規劃他 去計劃他 在時間 還有人事實第五怎麼安排 就是所謂的規劃 那生靈資源調查 那當然就是按照個別的資源 我們想要的去調查 這次去調查 就調查林木資源 那當然就是有調查這個 樹木啦 那個胸鏡啦 樹膏啦 這些資料 採種 第二個是野生東的調查 那可能出去就要去看看 他們有一些牙蟻啦 還有一些羽毛啦 然後有人觸摸的這個 這些蹤跡啦 並不是都能夠看到 昨天我們 一個自然教育中心 那個 他們就撲回來一個照片 他們走著走著 就看到一條蛇 本來以為是一般的蛇 原來是百步蛇 趕快跑回去拿照相機來拍 那百步蛇真的蠻漂亮的 不過拍他的話 都會蠻興奮的 因為什麼 等下他生氣的時候 等下追著你跑的時候 會不會跑了百步就倒下去 對吧 所以這個當然 百步蛇很漂亮 就確實就是 真是運氣蠻好的 那去年你會覺得冬天很冷 我們今年喔 一直到七月以前 都沒有看到 那雙年都沒有看到半條蛇 可是到七月以後 我現在最近還慢慢躲起來 那個去年真的是蠻冷的 以前雙鵝的蛇很多 所以我們以前 學生去山上啊 騎那個野啦 一二五 不要以為說這樣 一定要穿那個 那個長筒的鞋子 因為都會騎 有時候晚上騎啊 都會捲到蛇的搭起來 所以不要那個鞋子 不要穿一般的鞋子 就打到你的腳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嘗試啊 就是平常穿那個魚鞋 比較安全一點 出去 那魚鞋 早上要穿的時候 要倒出來 裡面 很多東西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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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其實有些傳統智慧是高女蛇是那個土地公的死者 像我們都是這麼說 所以大概就不會去輕易說 要去打死一條蛇 大概不會 不要說要把他野放啊 抓到別的地方地方 其實是害了他 因為他就是在這邊的棄息地 你拿到別的地方 他其實會更容易攻擊人 因為他那邊他就不熟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會攻擊 其實他大概不會攻擊人 好 這是野生中的調查 當然比較常見還有鳥類啦 等等 那還有油氣治療的調查 我們來看看 這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油氣治療 有瀑布啦 還有這個步道啦 站在某個制高點上面看 達人林場有個 好漂亮的海景啊 就是可能就是治療的調查 那個油氣治療的調查 哪個地方有什麼景觀啊 視覺的景觀 還有什麼樣的這個 要做休閒油氣使用的 還有水塗治療的調查 那邊可能就是要了解一下 這邊的一些水治療 這邊 可是水治療各位知道 山上的水 當然你說那種湖火啦 還是溪流 這個是比較常見 可是有一些水大概就是 從石頭上面 縫裡面把它滲出來的那種水 那這個水呢 其實不要小看他 有時候在山上的生活 會靠這些水 小時候我們家就是 要用這個水 然後都用那個珠子 把它擴成一半 然後接到家裡面來 那有時候家裡面打開就沒水 還沒水的時候怎麼辦 你看一定水住了 我就要回去找 找看看哪一隻青蛙 跳的那個珠子 珠片的半圓形 上面不肯走 通常不是青蛙 都是賴阿嬤 把它挖走 然後是樹葉啊 珠子葉子掉下來 把它弄掉 可是你不要擔心 因為那個水接到 會有沒有過濾 我們會在中間過濾 使用那個棕櫚啊 石頭啊 等等好幾層 過濾它 然後出來 所以有時候水沒有來的 就會這樣子去弄 有一次還更好玩 後來有些人 就把那個拿掉 中間那個都拿掉了 有時候我水龍頭打開那邊水 去那邊撿 水都有來 什麼水龍頭都不來 奇怪 把它打開了 看一隻青蛙在裡面 一直攪漏出來 那個水龍頭 原來 這個還是要有過濾的機制 後來你就節省 過濾都拿掉 對啊 然後水龍頭打開 那邊一直攪跑出來 飛飛的青蛙 對不對 那當然這是水資源 一個水泉喔 你們想看喔 山上如果能夠有 差不多一英寸這樣的水 在山上 都一直有這樣的水源出來的話 一下水喔 大概在山上 像你說 金金農場還是哪裡 那個可能都要數十萬 有時候數十萬的價值 你要跟人家買 那個權力你先弄到的話 那你就要跟人家 有時候別人用到 你要去跟人家買 有時候 就是會有增值 它在上面用有水 可是你就要下面 這個下面是你的土地 你沒有把它打打打挖出來 那個水往下掉了 就被你接走了 上面人在下面 有時候會有那個糾紛跟衝突 因為那個價值都蠻高的 所以你看到青蛙工廠去 好多水管 有沒有 有的能從天上這樣接接接接接 這個就是水資源方面的調查 到底能不能有水 那有些地方水源 水資源真的是很少 有些地方 隨便你就可以找到這些水資源 還有按照調查的不同 我們可能國家的 或是大區域的這種調查 或者是事業經營的調查 是事業經營的調查 或者是探生性的調查 伐木的調查 我們只是為了要這個 這個 這個標售的地區的伐木的調查 或者是環境影響民眾的調查 還是研究計畫的調查 可能都蠻多種 對不對 蠻照資源類不同 我們想要去調查 想要了解的是不一樣 所以整個設定資源的一個計畫的流程 都有一個看法 其實第一個當然就是目標的確定 我們調查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我們要做什麼用 那這個資料將來可以提供什麼樣的用 是我們最關心的 從這裡看到這些調查的對象 還有這個需要 這些資料的對象是誰 他們需要什麼項目 需要項目是什麼 然後我們整個資料架構建立 應該要成績整個方式來建立這個資料 這個架構 要什麼樣的資料 公頃的資料 還是要公分的資料 請到小數點下面幾位 對不對 這些人就是你要去先了解 那我們就會有做一個 樣區調查的這樣的設計 包括我們要採用什麼調查方法 這樣樣區的大小 像我們曾經舉辦過四次的 事人資源調查 第一次的是用圓形的樣區 第二次用線形的樣區 第三次用矩形的樣區 對不對 每一次都不一樣 這樣調查的方法 樣區的大小 那我們就會進一個所謂調查的 這個手冊的草稿 然後我們去郭外業的調查的訓練 然後還有調查工作的執行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手冊 讓他現場 欸 他就不會擔心 喔原來我要再怎麼判定 我們說立目度 這個要變成第一、第二、第三 我要怎麼去記載 有一個調查手冊可以參考 所以出去的話 喔我遇到這樣的話 我們就怎麼樣去訂他這個東西 所以最近資源調查到有一個手冊 那個手冊告訴你 怎麼樣去做這個紀錄 好 那這些取得的資料呢 就可以提供 經過統計分析的話 得到資訊 好 這是整個調查的流程 這個安排 就大概知道這樣 這樣一個工作的規劃 那調查規劃必須要注意的事項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我們所需要資訊的本質跟類型 你的資訊的型態 還有調查的單位是用面積啊 還有我們資訊的表達是用量化 有些東西 野生動物調查 你沒有量化的時候 這裡好像有 這裡好像沒有 出現過 還有資訊的來源的類別 那這些可能就是資訊的這個總類 第一個要考量的 我們資訊的本身 目的啊 然後 這個是空間的資料 還是這個時間的資料 調查 第二個呢 當然就是正確度 難怪就是誤差 你可以容忍多少 就是我們需要的誤差 你可以容忍多少 想要誤差小 當然 要怎麼辦 你想要在調查的時候 讓你的誤差小一點 要怎麼辦 什麼方法 因為我們都是做抽樣的嘛 你說做苦茶呢 大家都沒有誤差嗎 沒有 有時候還比抽樣還更嚴重 為什麼 太累了 做到後來都不想做 對不對 我們做過這樣的例子很多遍 其實當兵 每次他們都跟你說 這裡覺得酷完又要清查 你可以一直做 做到後來 看一看 學生也是一樣 其實做美目調查 第一顆 喔 這個胸肌很認真在量 1.3公尺在哪裡 兩人看 喔在這裡 喔 還量很多電 很多方向 塑膏 測膏器量 然後很認真 等到再量下去的話 就覺得沒趣了 但後來 這顆塑膏多少 明明在那邊看 那顆是多少 就用紙的了 有沒有 很快 所以你看有沒有用 有時候苦茶 大家跟著那樣 然後就亂做 反而是效果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 可以利用去抽樣的方式 但是是好好地認真去做 所以測了那個精度 他才能認真做 測量的時候 隨隨便便亂登記 所以這13.6 你應該覺得16.3 哇 那就錯了 對不對 登記的時候又有誤差 有沒有一個附送的機制 有沒有 這些都是 在調查測量之前 都要先有一個流程 這個調查完 他講一遍 那這邊要附送一下 登記一下 或者說用 現在很多方式 直接就拼引到那個 PDA 或是那種調查的這個 這個計算機 也有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確定你的精度 要提升的一個 重要的方法 就是好的調查方法 然後測量的時候 很認真的去測量 那第三個呢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量本增加 從統計學來告訴你 你抽的量本越多 當然你越接近你的物體 你的物差 抽樣物差會變相 這個統計學也告訴過 對不對 可是這個會造成什麼 費用增高 認真做時間會增加 對不對 這個是大家知道道理 所以你認真做的時間會再這樣 可是你反過來想 我們已經到了現場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我們常常的學校同學 出去調查領主 他出去訪問 我算給他看 跟學生講 你來算算看 你看一個領主出去 你需要你一天只能調查 兩位到三位而已 老師給你的工資 一天如果是一千塊 你這個一個領主 至少工資就要兩三百 還三百塊 至少三百塊到五百塊 你調查兩份的話 就五百 就三百到五百 還有呢 不是只有給你的工資 還有保險 還有你出去住宿的費用 還有油資 對不對 還有很多 你看看加上去 這個文件大概就是 六百到一千塊 假設是這樣 如果你出去以後 隨隨便便做 那調查很多樣子 你說我一次要多做幾份 可是我一天可以做五份 調查那麼多 沒有用的樣子回來 還是要認真的去做每個樣子 會比較好 我是跟他講 認真去做每個樣子 你這樣才還得好 所以有時候 你分析那個東西給學生經 開始到說 原來我要做論文的話 這樣比較準 而且在估計的時候 是比較好 做了好多人 然後是收集很多的文件 結果回來沒有用 為什麼 這些人隨便給你回答的資料 垃圾回來 處理過後會變成什麼 黃金嗎 不可能 對不對 隨隨便回答的答案 進來裡面 然後為什麼 就會變成真正的 有沒有用的資訊 各位千萬不要這個 萬險 不可能 對不對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抽樣 就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做實驗 他說我要寄給全台灣的人 寄出兩千份 就要回來三百份 然後再開始分析 你看至少三百份的文件 可是心裡想一想 技術兩千份 才回來三百份 你分析 能不能推論這個母體 有時候困難 因為會寄回來的人 跟沒有寄回來的人 根本就不同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老師在頭戲的時候 也說過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正確度要增加的話 就是專業的訓練 還有一些是耐心 再加上我們的樣本數 好 那第三個呢 是這個 調查地區的範圍 大概多大 還是全台灣的 還是一個林區 還是一個事業區 還是一個研究地點 那第四個呢 是最小樣 這個面積跟森林之類的分類 我們大概 我們最小的面積 調查的話 在分類的時候 最小的是什麼 這個可能跟我們資料的 這個進步也有關 也是配合這個 搖車的資料來做 或者說 配合我們森林的 這個食物的 這個 或是土壤的 這個方式來做 那可能這個 最小的面積 跟這個就會不太一樣 那森林資源調查呢 需要做取樣 我們剛剛說過 你要全面調查 除位是什麼 除位是面積小 或者說價值頗高 哇 這一區全部都是塊木 要砍了 你不能出去說 我只抽兩顆 來做個樣區 就要把這裡的塊木給賣了 對不對 最好是一顆一顆去練 因為每一顆都價值 好幾千萬 那邊有一個山老鼠 從山上背 把一個塊木 給我分檢了幾塊 三十幾塊背下來 算一算 那一顆合計起來 大概一兩千萬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我那顆還很大 所以像這種資源 比較那個 就要認真去做 但是其他的部分 像全台灣的 然後這種大面積的 全世界的 哇 那這個沒有辦法去把它取樣 沒有 沒有 沒有用取樣的方式去做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了解一下說 聖靈資源的那種取樣方法 還有這個取樣應該是怎麼進行 那通常我們 要推測母體 所以第一個 我們在這個統計的時候說過 我們要推測母體 不是要推測那個母體 而是要推測那個母體的 性狀 欸 什麼叫性狀 我想要推測那個母體的 什麼東西 不是要推測那個母體的樹啊 實際上有什麼 它的單位的材積嘛 那這隻到底有多少材積 或是它的樹膏 或是它的胸頸 或是它的野生動物的樹木 或者是它的這個 生靈的健康程度 這個就是什麼 它的某一個性狀 對不對 某一個性狀 所以其實在做抽樣的時候 是想要透過抽樣 某一個性狀 來得知我們母體的某一個性狀 然後那個性狀 去讓我們的基因管理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 單位的採集 單位的生長量 等等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想要調查的族群 Oculation 當然我們先去確定了 它是在某一個性狀 是我們感興趣的 可能不一定一個啊 很多個 那我們就決定 我們調查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要調查 鳥類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怎麼去 只要穿越線的方法 還是要設計樣區 還是要怎麼去做 對不對 然後再選取你的樣本 然後 設定樣本的性害值 所謂的性狀 跟性態的樣子 它的特性 我們剛剛看到 然後按照這個 椅子的樣本 來推估母體 那小時候 我爸爸是木材商 我就跟他到山上去 他都去看材集 因為他滿面的木材 通常就是山上的木材這樣喔 他的工作是這樣 他的賺錢的方式是這樣 我們就去看木材 那他就 其實是做 應該是 正確的理論的時候 應該去做美木調查才對 可是他去的話 他就跟我去走一走 看一看 然後他在 他因為有他的經驗嘛 他很多年 他就知道說 這裡大概有多少材集 砍出來會有多少 然後他就會去跟那個領主談 說你這個多少你要賣 他如果比那個 那個領主要賣的錢 比他能夠賺的那個差額越大 那他這個商人的利率是越高 對不對 那明明我覺得說這個砍出來 可以賣到市場裡面 扣掉商場的費用 這個砍出來說 還可以賺十萬 你現在說要賣我的錢 然後再加上那個 還有賺頭的話 我就覺得說可以跟他買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自己估計錯了 那你就要承擔一些風險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可能對這個材集要比較了解 那他們就是繼續這樣走一走 然後看看那個數個大小 我就覺得他蠻厲害的 然後我就去問老師 那時候跟念生問老師 老師說這樣比較不好 這個是有經驗的才可以這樣做 好 那代表什麼意思 有時候當然有經驗的人 的確他的取樣方式 是還不錯的 可是他把他內化成他的智慧 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去這個莫等 或者說你小面積 可能你這個智慧有沒有大 可是有時候大面積 可能就是要配合所謂的 這個取樣科學的方法 用這樣統計啊 還是什麼其他方式 來做這些操樣的話 你其實會是什麼 比較放心 那這個就是說不一樣的地方 你取樣的方式 有些不一樣 我們會介紹到 這些取樣的方法 像剛剛老師講的 那個非統計的方式 像這種標準地 標準風的方法 就是我爸爸用的方法 去看一看 這個地方大概平均 平均的就是這一塊 大概這地方 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他推出到別的地方去 譬如說 1塊40那麼大對不對 那我們就找幾塊 比較有代表性的 譬如把他分為幾塊 1 2 3 4 6 分為6塊 這一塊沒有代表性的 這一塊好好去調查一下 把它剩餘6倍就是了 對不對 其實道理是很簡單的 如果你說調查2塊 你可以按照他的面積 又是產生的比例 這一股 或是豬數碼 這邊總是100株 我調查了20株 剛做是標準木 那是純銀板 然後就這樣 然後你以為就對了 所以這個是 概念是很簡單 這是所謂說的 飛機 統計的方式來取樣 標準的地方是標準木 那有時候也沒有不好啦 比較方便呢 經驗的人是可以做 但是我們會跟各位講說 我們應該 如果是按照大面積 尤其台灣這種變化那麼多 你的時候經驗豐富 有的時候沒有用 有時候變化真的很大 你容易有資 有貢獻 人家估計錯了 看出來沒有那麼多的話 那你就要虧了 對不對 那 我們會有這些取樣的方法 那這個在生統的時候 大概都有談過 對不對 我們稍微再介紹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簡單 攻擊取樣 我還記得每次 應該陳老師上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問各位 各位生統的時候還記得嗎 什麼叫做標準誤差 有沒有 什麼叫做標準偏差 有沒有 平均值標準誤差 還記得嗎 結果很多同學都跟我說 跟他說 老師我們那時候沒有學過 呵呵 幸好現在是問我上 對不對 祖中威有學過嗎 啊 有啊 我們 我們怎麼樣計算一個 什麼叫做 平均數 什麼叫做標準差 還記得嗎 平均數為了 為什麼要計算平均數 要了解整個母體的中間值在哪裡 平均數在算數平均數 是最好的一個代表 他的地方 當然還有中位數啊 其他一些值嘛 第二個就是要描述 這個質量的變異的範圍嘛 包括什麼這個 四分位數啦 全距啦 等等 可是最好的一個數學 代表他的變異範圍最好就是什麼 變異數 變異數對不對 或是我們變方的 我們描述他資料 把每一個值 寫在變異數的平方 就全部加用起來 除以N 對不對 衡量這個整個資料 變異的情況 變異數 那我們能不能把它開根號 因為變異數 它的單位是平方 所以我們就把它開根號 叫做標準差 還記得嗎 那上到這邊的時候 陳老師一定問各位 標準差的公式是什麼 把它背出來 還記得嗎 同位 標準差的公式是什麼 要不要來黑板寫寫看 寫不出來 是不是 忘記了 所以各位回去一下 把生酮找出來 今天回去 誒把生酮找出來 課本找出來 跟我們今天所講的 去對照看看 喔原來 他也是從這個生酮的這些 基本的統計來 所以不是突然就跑出來 有什麼樣的公式 沒有 所以第一個我們來看看 很簡單 猛擊其量 就是各位知道它的一個原理 就是我們 所以把這個 我們寫要調查的一樣 去把它 調一個名單 我們怎麼樣去抽它 一定要先做一個 所謂的名測 從這個名測裡面呢 我們都要分為幾塊 的意思 分為大N 這樣的一個取向單位 然後我們取出來的 這個小N 然後呢 我們從這個小N 來估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性態詞 來估母體的性態 推估它 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 這下面呢 這個公式各位 都是符號 可是 如果你符號 看起來很抽象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瞭解它 不然 就覺得 quam 其實這個應該不會 就是 yi 就代表你 第1個取樣單位 這個性態值的觀測值 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去觀察了一個樣區 那它裡面測量的採積是多少 就是每個樣區 它就出來現在 每個樣區它就出來的修徑是多少 就是第1個 然後如果你把它平均呢 就是樣本的這個平均了 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本的平均 就是y-bar 那 s-瓶嗎 就是樣本的變異數 我現在就是取樣 這個 那母體的變異數是什麼 還記得嗎 是用這個sigma 這個字 還記得嗎 這是樣本 樣本跟母體的變異數 差在哪裡 同意形 樣本跟母體的變異數 差在哪裡 距離好搖越 二連續的 是不是 公式一樣嗎 一樣 公式一樣 公式一樣 喔 樣本 自由度不一樣 對不對 減掉一個 因為它用掉了一個x-bar 這個資訊 大家也記得嗎 所以公式是不同的 我們在電子計算機使用的時候 它有公式也不一樣 對不對 還記得 恭喜大家的回憶 那所以 這個是樣本 因為我們是抽樣本 所以它的樣本的變異數 是這個 s平方 所以s呢 就是它的標準差 把平方拿掉 就是看根號了 我們目的是要求這個樣本的 平均數的標準差 這個是 因為我們要做推估 要做估計 用的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算出來那個要做什麼用 因為我們將來要做一個所謂的估計 有沒有 我們有所謂的點估計 還有區間估計 還記得嗎 點估計當然我們用平均值來估計它 可是我們會計算一個所謂的可信間距 有沒有 有一個confidence 有沒有 有一個confidence interval 就是說它有一個可信的範圍 我記得出來這個材機 按照它的這個平均值 當它的中間值 它會有一個變異的範圍 有沒有 我們會有95%的現在區間 百分之九十的 還記得嗎 我們的估計說 它的材機大概是列在這裡面 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大概就做這樣的估計 所以會計算它的一個標準偏差 好 那這個是什麼 N-N3N 這個我們上次有說過 因為我們在做取樣的時候 統計學所說的 都是所謂的完全無限大的母體 無限大的母體 那個公式都是適用的 可是事實上你在取樣的時候 有時候 舉個例子 像我現在取樣的話 你們班的人 其實只有65位 我取20個當作母體 當作樣本的話 其實就佔了你們很大的部分 對不對 我們取出來之後再放回去 事實上沒有放回去 那這個就不是無限母體 我們必須做一個所謂的校證 還記得嗎 在實習的時候上過 就是說你看喔 這個N 假設這邊是無限母體的話 比如說這邊是1萬 那我取五四個同學出來 這邊是一萬 一萬千五十 那還不是九千 九百五十 那這邊是一萬 幾乎是等於一啦 對不對 這是沒變 所以如果這是無限母體的話 你乘以這個詞 其實這樣子不會變 可是你的母體 我那時候有算過 大概你可以有 大概有經驗的數字 你的取樣 如果佔整個母體的 大概百分之五以上 你就要小心了 一定要乘這個 不然就會有估計上升度差 那差到百分之十 那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所以這個是取樣的時候 如果它不是一個無限的母體 你的母體有時候不是無限的喔 好 像說 品位大那麼大 一萬人 那你取得二三四個男人 那他如何所謂 可是你的樣本 如果大到超過百分之五 那可能 你就要做這個無限母體的校證 那這樣算出來的話 才不會什麼 才不會高估了 好 那這個是這樣 這幾公司 那我們怎麼估計 那個族群的現代子呢 各位應該不會 y bar 的意思就是y的平均值 是等於什麼 所有的每一個yi 你所取樣的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處理m 對不對 就是這個每一個來算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 100個樣區裡面 我們抽出10個樣區 這10個樣區 這個才積 然後處理10 那就是平均的 每一個樣區的才積的這個 這個值 好對不對 這個有沒有問題 我有問題 好 那我們要計算這個 我們的樣 這個量 這個量本 這個變異數的時候 公式就是這一個 剛剛同意已經幫我們講的 就是這也是n-1 好 每一個觀測值 減量它的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 再全部加起來 好 然後 就一個減量 好 這就是量本的變異數的公式 那量本的標準差呢 那就是把這個變成s 這個開根號 就是量本的標準差 標準差比較常用 因為它 跟我們原來的單位是相同的 比如說你才積 那你才積 那你才積 這就好也是才積啊 公分 胸鏡也是胸鏡 可是你多那個平方 變胖 你就很困難 對不對 所以把我們是標準差很常用的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量本平均數的標準差 變異數 量本平均數的變異數 所以你必須要再乘一個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那個 有線目的校正係數 然後 因為它是在占n-1 原來有這一個 有n-1 這一個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 我們課本裡面所含的這個 量本平均數的那個標準 那個變異數 好 這樣求出來之後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推估 那我們族群的這個 μ到底在哪一個方法之內 這個μ就是我們想要估計的 比如說 採集啊 塑膠都可以 這是某個信頼 它一定有一個可信的一個信頼期間 這個信頼期間可能介於 什麼地方 一次ybar加減一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東西因為我們是抽樣 它是一個什麼 如果樣本大的話 大於30個 那就是用基本物 那小魚的話 就是用提分布 可是你說 大於30個用提分布有沒有抽 也沒有抽 所以你全部都用提分布 所以老師上課不是有說過 提分布完了是 還更適用 15常適用的更多 所以我們就用T來做提分配 T知道嗎 學生室的提分配 例如說 例如說是1%0.01 或者是5%0.05 或者是千分之一 就看你的那個選項水準 選項水準 一減掉選項水準 變成什麼 就是 心態水準 心態水準 例如說你是99%的心態水準 還是95%的心態水準 這樣子呼吸還記得嗎 所以如果這個T值是說 我們在自由度N-1的時候 我們在查表的那個P值 成立什麼 成立它的那個標準 這個它的 你剛認出來的那個 量的平均數的那個標準差 就是它的什麼 它那個Interval 所以我們估計出來的話 它大概可以說 我們這個值 這個是在這裡 那我們大概都落在這裡的範圍 大概這邊是多少 這就是我們那些 你有95%的 那這兩邊的選順水準 就加起來了5% 對不對 所以估計的話 會帶這裡到這裡 那這90%的選項 那這一段 這一小段 這一半的這個D呢 就是這一個值 因為它加減 加減一半 對不對 就是這個T alomba 然後才會它的那個 它偏它的這個值 所以反而 反過來想 你的誤差就是多少 你的誤差就是 這一個一半的這個值 處理它的這個分數 這個原來那個平均值 它誤差佔它的多少 譬如說我這個算出來很大 那這個誤差就一點點 那倒是沒所謂 所以你做的還蠻準確的 那如果這個很小 就算這個很大 那代表你的誤差還蠻大 出來 那個差異那麼大 代表什麼 你可能量得不夠準 不然就是第二個 量的數太少 量出來的話 就不會那麼準 大數法則 那如果量的數越多 那這個就會變小 誤差率 好這個誤差率 這樣了解 那第二個呢 是分層 分層取樣 我們上次在這個也有談過 如果我們層跟層之間 的差異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用統計取樣 我們就先分層 不同的層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這個樣本大小去取樣 我們可以相同的樣本 獲得更高的緊固 這個就是說分層取樣的優點 它可能分層幾層 那這個就是層跟層之間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看看它是不是需要合併 就可以去檢定了 那它的一個性概值 其實講的 這個也是公司看了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是它多了一個 就是所謂的個層之間的抽樣比例 譬如說我們有一百個樣本 我們把它分為幾層 譬如說 我們假設啦 譬如說我們現在知道我們這些學生的意見 看一看女生跟男生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們先把女生大概取什麼樣本 男生取這個樣本先分開 因為可能女生的那個 有時候你會取不到 譬如說你是房間忘記的話 可能女生就少抽了 男生就多抽了 好我們就先分層 譬如說我們在層次取樣的話 我們就先按照它的菱形來區分 還是按照事業區來區分 或是按照這個方式來 一樣分成幾層 譬如說我一定要 動向波的應該要區幾個 你可以用這樣分層的 按照海的來分層取樣 因為高來的量可能不一樣 這時候你就會有分層取樣的需要 但分層的話 就是它有一個分層的比例 譬如說我們這邊 男生 我們假設是30個 我們女生是20個 假設這樣分起來50個 所以我們在女生的話 大概要抽多少 男生要抽 按照他的比例來抽 就是這個P 就是個層的這個 抽樣的比例這個P 那這是個層的抽樣的這個 單位的總數 就是Ni 那個層的樣子 平均 叫做Yi bar 對不對 那我們整個區的全部 那這個當然就是Sigma Ni 對不對 把他全部加起來就是大N 那原來想要推的 就是族群的這個平均的估計值 那就是Y bar St 這是個層的平均 這是個層的平均 這是總的 全部的是多少 這個Y是我們關心的 然後這個V代表的是Varance 變方 就是剛剛那個S平方的意思 這邊是用V來代表 就是說S平方Y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寫 就是胡話不一樣 Y的變方 或是變一數這個部分 那同樣的 這個公式是 你看這樣成了 只是多了一個P 這個P 它取樣的這個比例 這邊取得比較多 這邊取得比較少 這個比例是多少 所以算出來 這個其實只是符號改變的 這只是 這個V 就是S平方 它這個Ni 這個平方 跟它這個其實 跟剛剛是一樣的 有沒有 乘上這個 所以有線樣本 這個校正係數 然後 這一個東西 就是它 再把它帶進來這裡 乘以它的PI 那樣容易 就是它的這個總的 種的樣子的變異數 那這個PI 就是我們取樣比例的平方 只是多了這一個 多了這一個 所以 我們不能取樣的話 就是把這一個 帶進去這裡 然後成為這一個 那我們課本裡面好像 有打錯的地方嗎 這個 有個打錯的地方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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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這個 Ni Ybub 是不是 這裡少了一個系統嗎 你們的要打 我 應該有沒有打 課本 講義裡面 有嗎 有 有 已經更正 我這個是舊的 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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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個系統嗎 Y 這裡有個系統 你不可能Y的 你這樣啊 對不對 有個系統嗎 可以要補充進去 不然你自己看不懂 這個分層取樣 可以求我們總的財計的估計 那所推估出來的 未來也是要推估一個 所謂的系統區間 因為是取樣 所以各位就有一個觀念 各位已經學統計了 而且還去應用了 在做那個抽樣 一定要有觀念 不要給他算平均值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這樣還可以有一個 所謂的標準偏差 這樣的觀念 甚至還可以所謂的系統區間 也就估計出來 我有99%我猜 它會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因為我是取樣嘛 我整個時候 它可能會落在這個區域範圍 不能說 它就是這個平均值 不大敢說 但是我可以說 它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這樣其實是比較科學 對不對 所以各位知道 這個是 我們可以在分層的時候 也可以去計算 它的一個系統區間 就是這個Y 其實也是加減的 YST 然後加減 課本裡面好像這個也是打錯的 YST 是不是也打錯了 好 在哪裡 在哪裡 有沒有打錯 它寫YS YSY 應該是YST 其實這個一樣 Y就是等於什麼 YST加減T 然後後面SYST 這個東西的估計 就是等於它的這個平均值加減 我們那個估計的誤差 那估計誤差怎麼來的 這種樣本的標準差 稱於它的那個提分配的那個東西 會影響就是說 你的寫柱水準 就會影響到那個大小 寫柱水準越小 那我們估計的區間就越大 寫柱水準越大 我們估計的區間就越小 你的信心代比較少 95%的信心代區間 比99%的信心代區間 比99%的信心代區間 比較小 所以我們就按照這個 來估計 然後才算信心代區間 當然這個也是它的誤差率 這個是我們的誤差 特別是一半的部分 然後處理它的總的 這個平均值 那第三個呢 叫做雙重取量法 這是在林業年的時候 蠻常用的 因為林業的面積很大 有時候呢 我們沒有辦法 每一個東西都去做限 限定的取量 所以它通常會什麼 你的想法要怎麼做 哇 全台灣那麼多 然後每個地方都去現場 就是取壓一個點一個點啊 其實不容易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下一次再留個講 好